你既然講到驚嚇大橋的話 那如果我們當選的話 第一步有可能直接宣布說要改嗎 不是啦 我跟你講 驚嚇大橋一定要先討論嘛 其實我跟你講 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那時候驚嚇大橋 馬上人家說什麼吳三桂什麼的 什麼可以讓中共讓場地製作 我心裡會想說奇怪 如果會相信錯的話真的是白癡 一條橋在那裡 把幾顆飛彈把它鎖住 游泥 你要炸掉看什麼都很容易 以前木馬屠城都有這樣人在搶嗎 不是啦 木馬屠城是我不曉得他要混進來 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如果覺得驚嚇大橋不安全 我們可以跟他講說要求做海底隧道更好封鎖 不是啦 我跟你講 這以前真的對軍事完全不懂 驚嚇大橋怎麼會變成中共進攻台灣的路線 事先擺幾顆炸彈在上面就解決了 事先擺幾顆炸彈 有問題就炸掉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說如果真的他要進攻 我們就直接乾脆把那個橋給炸了 不是啦 他不會是國防上的問題吧 奇怪 我當然是這樣啦 慢慢的是這樣 我常常強調理性物實科學 能不能讓台灣人民能夠比較有智慧 不然就是不要說有智慧不用智慧 能夠很理智的思考 這s or no 這對不對 那我覺得很受不了就是 他講那種話好像 到底是 怎麼會討論這種東西 有多奇怪 可是 市長在你的眼中好像把兩岸關係 這我個人這樣看 我覺得你把兩岸東西講得太簡單 我對你講話 你有一些就是說 但是你都沒有考慮到 中共 你現在我們當然 我們可以調查三億 那中共能不能對你有三億 他能不能信任你這個 不是啦 他是這樣 至少到現在為止 柯文哲是成功的 柯文哲是 成功的夢多 什麼樣成功的嗎 至少 八字雙城論壇都辦得完 也沒有出什麼併發症 可是那畢竟只有市政層次的交流 他不是國政層次 常常是這樣 我每次講說 我每次都拿那個林佳龍出來吐槽 那我辦市當然辦得完 林佳龍辦那個東甲青龍就是辦不起來 所以 所以 你們自己做不到 每次都說人家做不到 奇怪 不是 兩個人 在旁邊 是 那麽 這裡 是